焦点其实就是阿里 现在公布了业绩 简单说就是阿里上季的收入增长又再放缓了 按年增幅只是一成 是2014年他去美国上市以来最低的增速 如果是经调整的净利润 就是按年跌两成半 不过这个数价仍比市场预期更好 阿里主席张勇就提到 他们基本已经覆盖了中国绝大部分有消费能力的用户 所以他们未来的重点就已经是由用户增长 就转到用户的流传 以及阿扑值的增长 看回阿里的股价 其实昨晚在外围一度跌穿过100元 我想可能大家都觉得身体这么低 就因为外围之后也反弹 所以阿里美国最终只跌了0.7% 如果跟香港收市价比的话 还升了1.3% 怎么看今次阿里的业绩出来了 大家怎样解读和对股价的左右呢? 我想股价左右先 最明显其实就反而不是太关于业绩市场 很明显地说股价左右就看回整个市况了 始终像你说的昨天本身 美股那边的阿里曾经急跌到100元边缘 在香港之外穿过 最主要当时因为美股跌得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你看到当美股美市是抽回上来之后呢 阿里也都是基本上不用跌 所以其实走向是很跟着市况去走 所以我想你说现阶段来说 短线都继续是看着 究竟整个市况气氛是怎样 比如说股价美股是如何 那这个会是很关键地影响着 阿里短期成股价表现 因为始终业绩呢 没错不是不重要 但是本身大家对今次 其实阿里业绩一直以来的预期都吞到很低的了 所以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望之下 不会因为这份业绩有什么特别事 是有很大的炒作 除非出现是很大的惊喜 或者很大跟预期有不同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次来说 其实你看到整体很多东西都跟预期不算太大出入的 比如收入增长 就是收入表现来计算 虽然说是有个升幅 但是都比原本预期低一点 还有增速来说都比过去这么多季慢了很多 那这个其实都很配合着过去这几两季的监管去影响着 还有这个是跌至去年10月底第三季 其实你去年三季来说 传统本身是电商一些旺季因为特别多一些双11双12这些折日 但是当时其实你看到亚里的数字 特别双11公布出来的GME 其实增长都是比较慢的了 所以其实都已经一定的预期性了 所以这次的结果其实真的不是说特别大的出入 甚至乎 其实我想你现在看亚里的情况呢 其实要看着几样东西了 因为其实当然暂时就是刚才阿弥也有说的了 他那些的活用户啊 或者是肯买东西的用户啊 其实他量是多的 但是现在已经慢慢谈到 不是只是看那个量数了 因为其实你量数到这么上下呢 你是会饱和的 或者谈一下增长越来越慢 因为你跟以往可能你只有几两亿到现在十几亿 那你一定没得怎样再大增上去的了 人就只有这么多而已 那所以反而我想来这样看呢 其实他自己也有说的 就是看着究竟这一批人的那个使用性是如何 一来始终我想给多少钱呢 就是所谓的阿弥能够升这个关键 能够再提升一个營利能力的一个情况 二来就我想面对就是竞争了 因为其实除了压力电商之内 可能京东也有啦 或者是在三四线下沉多一点 拼多多这些都多了 或者很多能想想比较偏小一点的电商 其实全球都有的 甚至不要说是不是借内地啦 可能来看亚马逊 其实都是一个竞争者之一啦 全球跟你说 那所以我想 来接着要看的就是这些竞争力 和那个的 就是叫肯给钱的那个压度能够提升 这个会构成就是阿弥之后 究竟我盈利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 慢慢强一些增长上来的地方 如果能够的 那当然我觉得是有机会做好一点的 因为股价毕竟都落了这么多 那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呢 其实这个股值 当然也还可能有少少扣减的可能性 那但是只不过 我觉得要再大跌呢 其实以回业务上去说 应该机会性就未必太大 除非你说这一刻 或者短期来说 见到再一些是更加新的监控风险 在他身上出现了 如果没有很明显地打他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去到这些位 100元松一点 100元附近这些位呢 其实这个股价是开始叫合理的 只不过就真的没有什么向上的诱因的 那所以我想短期来说呢 如果要加个基本格上说呢 有机会继续在这些位可能是上上落落 就是可能有机会试低多一点 但是100元附近呢 我觉得又会撑得住 但是你说有个大升呢 那始终现在又难的 那我想就是维持之前这么说呢 要等一堆科技股 可能过了业绩期 就是去到第二季回来了 或者过了两会 那看一下对一些监管的说法是如何呢 如果这些人再是慢慢两者都是配合能够清晰的 可能第二季中后段 年中打后 慢慢才是科技股 稍为做好一点的时间 因为呢 就如你这么说 你是不是短炒就未必直拼了 因为Ken就想说 看到穿100了 曾经那就是拼不拼得过 他真的认识有人短炒 5% profit就会走了 我想短不短炒 其实我想一方面很讲技巧而已 就是这个真的要问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技巧 因为说的是容易啊 大家这样说 可能只是说赚5% 赚30% 你转身就很快 是的 但是真的要够快 或者要好看自己 够不够贴士 就是譬如你说是想这样部署 但是譬如你这一刻卖完下去 可能你整个半周根本上都不看的 可能下午才才看 其实当中发了上去都已经可能是出现了 然后再下来都不出奇的了 所以我想 是不是短炒 捕不捕捉这些可能几个% 10万8元呢 真的第一点要问自己本身那个 一直在市场的玩法 或者策略是否可以做到这个事先 这个很关键 如果你说真的很贴士 一直在日内都是看着整个市况 说不要离开个半步 不断炒的 那我觉得OK的 就是你这些这样的捕捉是OK的 因为反过来就算你博不住 起码你还在市场里面 你也懂得马上走 所以我想这些策略呢 货短炒一定是有够贴才可以去考虑 因为其实你看看你整个的走势呢 讲真一句 大家看头都知道 其实还是不是太开胃的了 就是一向都是反复下人的格局的了 那只不过就是觉得跌了这么多 或者几次去到这些位置附近呢 好像也会有时候出现反弹 纯粹是拨一些技术的反弹而已 那虽然你说这些位置拨 不是不行 但是真的要够贴士 还有转身够快 如果你有这些位置拨下去 那我觉得你想下呢 真的订回 真的最尽可能100元变起头 那你现在看上去大概有七个岭的一个亏损的一个幅度 那我想如果你穿下去 输七元 其实这个幅度是少的 百分比是少的 那但是如果向上真的拨得中的反弹呢 暂时几次去挨近八三边附近呢 都是有阻力 那现在看上去都有十几元 20元左右 那我觉得可以用着这些range做一个炒作 但是真的重新多一点了 一定要做新够快才可以考虑一下 点故事 集中 危机